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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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段寄宿已經很悶了 你知道當時一定有認識朋友 當時我遇到一、兩個… 我現在很通常是中國人玩 所以有時候去溫哥畫 探望女朋友, 下三萬市去玩 即是溫哥畫一個, 三萬市一個 不是一個, 多一個 你美國回來香港的時候 畢業之後, 還是二十三、四歲? 我畢業之後, 還沒馬上回來 當時畢業之後 我爸爸說不如去紐約做事 我去了KMark做一個訓練 你知道在那邊… 因為你又認識一些客人 他們當然對我以後做生意很有幫助 當時我在紐約做了差不多一年、兩年 我最記得我跟一個猶太人 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猶太人為什麼呢? 因為猶太人是非常孤寒 當時他給了好小事 很懂計算 他從我開始的時候煮咖啡 到賣下午, 到每件事都要做 變成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那份工程是多少錢? 當時是…幾百元美金 也不是很多 七十年代, 你知道 當時這個是最好玩的年代 還有單身, 做制衣 又有車, 又有自己的地方 當時是很好玩的 你只是打風流攻 也不是這樣 因為你第一, 學到東西 第二, 又有自己的… 有挺滿足感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學到很多東西 以後可以用得上 尤其是猶太人 他教你, 他真的教你很多東西 最受用的是哪一種? 在他們內的經驗 當時是… 學會他們… 就是美國人做事的作風 就是他們每一毫子都算得很清楚 就是會為了五毫子 可以跟你爭取一天 當時是對錢的價值是比較清楚 因為你從來都不覺得價值很重要 但那一年, 讓我深刻來說 他們為了一毫子五毫子 你知道, 猶太人是搞得很久 會有很多事 其實當時你開始慢慢覺得 原來錢是一個價值 是要去賺錢的 就是要去真真正正揮回來的 不就是能給你 不過錢找來也是要自在吃的 我們首先來個湯 你那個就是清湯突然鍋 我那個是祝生如意, 鮮年節瓜中 請起飯 其實我回來後, 我還沒馬上回到香港 當時我去了台灣 做了兩年才回到香港 當時因為我們有一個沙廠 當時我爸爸就說 你已經學了怎樣做事 但問題是製作方面你要學 當時我去了台中間廠 差不多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當時挺辛苦的 因為在廠 你知道廠裡的環境又不會很好 而且工人一起吃午飯 有時吃的東西又不是那麼好 當時心裡說, 我可以回香港… 又說想回香港 當時想回香港 那你回香港做副主席 你這麼年輕 有沒有人不服你 其實副主席只是一個閒頭 其實做甚麼都要做 因為家裡的事, 大家都好 當時… 還有那群細叔伯對我挺好 因為當時我回來 我哥哥已經開始做事 我回來開始接銷售的時候 你哥哥是指林健明 他已經做了很多年 我回來的時候就拿起銷售 我做了很多年 生意又特別好 也很幸運 所以沒有人排擠 或者覺得不好 也挺開心的 爸爸給你多少錢 人工來回香港做 其實錢不是太多 但問題是他最好 那時候是付出銷售 我又不簽, 那就最好 好… 爸爸對我挺好的 為甚麼呢 因為自小我們兩個感情都不錯 因為第一, 我想當時我小時候 還有很多時候我放了學 我爸爸也抓我回社會學 我小時候已經抓我出來學做生意 我又喜歡這件事 變成大家的感情也挺好 所以他對… 其實他對子女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他給你一張信用卡簽 簽完之後會不會跟你對數 也沒有太特別 我當時也不會亂… 因為你那時候開始工作 而且當時我們真的每晚都要出來認酬 每晚都要帶客人去吃飯 每晚都要陪他們下午夜 喝酒, 聊聊天 當時是很流行這件事的 變成你能做這件事 根本是沒得看的 他也不會理會你這件事 所以當時也挺鬆的 那為何做了製衣 你會這麼有興趣去投資地產呢 因為其實我看得到 製衣其實遲早也沒有 剛好香港地產就開始… 我問不如想想另一件事吧 不可能只是純粹做一個行業 我說爸爸反正都做了這麼多事 不如我們想想 可不可以在另一個行業上做 他說好, 那你做甚麼 我說不如我們開始…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有很多現金 我就說不如我們試在地產方面 學做地產 那你做這麼久的生意 有甚麼你覺得那件事 我做得不太好 也算是一個失敗的紀錄 其實我是一個不太擅長管理人的人 當你發展得很快的時候 就變成…我覺得我自己公司 當時的內部就是變成… 因為你發展很多不同的行業 你沒辦法人才是跟著你這樣 當時是變成…很多時候 好些東西就變成慢了很多 大約1997年的時候 你以很高的價錢買了富麗華酒店 那裡是否真的令到當時的公司 是負債負得很重 這是我承認的 因為當時… 為甚麼會發生呢 就是…當然是很多人去談 因為富麗華當時在香港 你知道1997年是比較高的 當時因為我隔壁有福地 我打算不如兩福地合併 然後變成一個很大的商業建築 當時我跟爸爸說 爸爸就說你自己計算清楚 你也有問他的 有 我當然有 就是… 但問題就是… 因為當時的發生 其實有一點… 外面有一點誤解 就是他不知道 因為當時我們談 談到差不多是… 晚上三、四點鐘 你知道做交易的事情 不是馬上可以決定 當時是去到四點鐘 五點鐘之後 我們才簽到那份東西 當我起床通知他的時候 但之前有馬上說我在談 但談到甚麼價錢 最後的交易是怎樣的呢 是我翌日十點半 十點鐘我才找到他告訴他 那有沒有因為富麗華 那個買地的事件 影響了你和林伯的關係 多多少少有 為甚麼呢 因為他覺得… 為甚麼你… 因為雖然是你帶問題 因為你做了一個主意 影響到整間公司 當時他是有一點點跟我說 你中了個禍 不如你自己弄好它 當時我就說 好,我自己會弄好它 所以當時是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心目中就是 我只是想為公司 當時是有一點點… 我和爸爸是… 有一陣子是大家… 就是看到面就是… 不是那麼開心 就是他覺得… 我… 他說你快點嫁回家 每一次都提我這件事 當然就變成… 當時是我自己… 當然是我決定的一件事 當然… 但我要負責任 但你也不用每次都提我 我爸爸…你知道 有幾個太太 很多時候你知道 過時過節 我要吃幾頓飯 那你會怎樣稱呼他們 看…怎樣… 即是哪個環境 我媽媽在嗎 無間讀 當時的成功 其實真的是一個… 小小的奇蹟 哪部電影 現在看回傳說 很懶,這部早知道不拍了 鬼片我很少拍 我真的有點怕怕鬼 舒奇 舒奇拿了金馬獎的影后 你為了獎勵他 送了一千五萬的豪宅 給他有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藝術是一種另類的人 好,我們現在來第二個菜 你那個是玻璃大蝦球 我這個是百寶香齋 蒸氣飯 其實你爸爸很疼你 我和爸爸其實…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我現在也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就會特別疼你 因為我最小的那個 你知道我那天長大 到我爸爸年紀差不多五、六十歲的時候 會特別疼小的兒子 他很多時候 星期六、星期日 都會帶我出去和他吃飯 只是帶你 因為我沒有人陪他 不可能帶我哥哥出去和他吃飯 當時我還記得 每個星期我都會和他吃雪糕 當時有一間在九龍叫順記雪糕 我是一間在當時是最貴的雪糕 當時我很多時候會和他一起吃 而且我爸爸是潮州人作風 挺知省識見的 怎知道有時候 你知道我們下午吃晚餐 去到地方吃 好像我們來吃咖喱一樣的 他突然說我吃 你有沒有人和我分半個咖喱 然後同事不會叫多個 你和老闆都和你分半個 我就不管 我一定會吃一、兩、三個 當時很多時候 我都會和他一起吃飯 變成其實我們兩個感情 一直下來都很好 而且你知道我… 說笑話 我爸爸你知道有幾個太太 我最小的那個 很多時候你知道過時過節 我要吃幾頓飯 為什麼呢? 你知道老人家吃完這頓飯 就去其他地方 他會和我媽媽說 我帶兒子出去看 其實就帶我去其他地方吃飯 告訴你媽媽 你知道不可能說我出去吃完 吃完好像團團飯 我可能要吃兩、三次 過時過時吃兩、三次 所以其實我和爸爸很親密 那麼多個兄弟姐妹 你都覺得他其實最疼你嗎? 我不敢說他其實每個人都疼你 但我想表達可能不同,對吧? 因為你最小的那個 你最多時跟他在一起 我想大家的感情會比較好 你剛才也提到 你有幾個媽媽 你爸爸有四位太太 你會怎樣稱呼他們? 你爸爸就是一個小的 你也會這樣說 你肯定是一個小的 你會覺得什麼? 你不覺得很小的 你會覺得自己那裡的 然後看什麼 那裡的環境 我媽媽在那裡 就是媽媽在那裡 可能叫媽媽 我很少在一起 歌時過節 有時候公司有些大宴會 很少的場合是四房人都在 就差不多全部僅有了 我想沒試過… 我想從來… 我想像中應該從來沒試過 你跟其他媽媽相處得好嗎 剛才我說的比較少來往 真的少來往 當然,建明媽媽我比較見得多 因為有時候是星期日 他們都會跟我一起吃飯 但其他那兩個真的比較少見 你這麼多,這麼大房人 這麼多兄弟姊妹 其實合起來應該有七個 七是 誰跟你的感情比較好 其實…我真的有說過 大家的感情也不是太深 因為第一,有少時間接觸 第二,從小到晚 我其實是一個挺慘的 因為從小我姐姐 就算我自己是親姐姐 因為她早就去了英國讀書 我自己的家 其實一個人在家長的時候 都沒有太多人跟我一起 所以養成了一個… 好像…我比較自己要爭取這些東西 就是變成… 因為你也知道 我回來後我哥哥已經長大了 我跟家的關係… 其實跟兄弟姊妹的關係 不是真的好像外奸說 也很差,但也不是很深刻 變成很多時候 你就要自己去做某一件事去爭取 其實我們從小都練習了這件事 那爸爸怎麼分配他的時間 會不會星期幾就在… 你慢慢怎樣分配 他…一、三、二、四、六 星期休息 那休息那天在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吃完飯 有時候他會說我送你回去 我從來不問爸爸一些東西 我想他也有他自己知人的時間 我從小就… 所以我想也是一個原因 他比較疼愛我 問得少 我從來不問 你媽媽呢?你媽媽是怎樣的? 是媽媽比較兇,還是想法比較兇 教你的時候 其實…當然媽媽比較兇 但媽媽也很好吃,因為只有兒子 變成了…其實我和媽媽的感情 也挺好 但是…你說爸爸從來不罵我 那媽媽會不會發脾氣大一點? 我媽媽會發脾氣很大 其實脾氣也挺大的 我有點像我媽媽的 我反而我的脾氣比爸爸大 那88年,林伯要入主亞視的時候 是否其實都是你的建議之一 當時你說是… 我原始終絕對是… 我原始終是一樣的 你覺得亞視很有前景嗎? 當時是… 因為你知道香港 只有兩個電視台,不同於今天 當時我覺得 為何亞視會做得不好呢? 其實我覺得亞視是有機會的 當時亞視那幾年 是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其實我很多現在 今時今日做娛樂的事 其實都在那時拿到很大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在娛樂圈發展 其實是很受我當時那幾年 在亞視做的事的影響 因為你沒有試過失敗 你不會成功的 每一樣成功都是因為失敗的開始 那在亞視的時候 最大的失敗是甚麼? 當時… 我很多時候…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熟悉media 當時很多時候,譬如你拍劇集 當時我做了一個很大的挫柱 當時我就覺得 你拍劇集,我拍得很厲害的劇集 觀眾才會看的 其實是幸運的 因為你做電視劇是拖得很長的 你不可以爆炸電影 電影的不同 電影是要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的時間 儘量去滿足觀眾 但是電視劇,因為你有預算 你不可以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做完所有的事情 當時我們拍很多東西,拍得很貴 但是回收就絕對很慢 你會爆很多東西 當時是用爆炸,或者做一些很快的 變成一個情形之下 是,觀眾很厲害 但以後就接不下去 當時我走錯了很多錯的東西 變成現在我在這方面是吸收到 但當時因為這樣 我認識了一群好的 譬如華仔、一群電視 現在好像到幾個方向 全部都是在現在電影中 全部都是在當時是TVV出來的 所以其實當時是給我一個很好的經驗 阿士令你虧了多少錢 阿士… 很難說,因為我們身邊賣了幾次 那當然是一個挺大的數目 阿士中間你說提過賣 我記得應該也有兩次 這兩次受出的股權 阿林伯就知道嗎 當時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之後我沒有做阿士 你知道我爸爸當時在台灣 有一個問題發生 當時我們的決定是誰接阿士 因為當時我爸爸浪費很多時間 去做電視台 我根本是沒有理會的 當時你知道發生的事是很突然的事實 所以在很短時間我們要決定 我就決定了賣 現在阿士股權又有變動了 你看不看好嗎 我想現在其實你問我 是比當時的環境更加難做 但是你很多方面的生意都是… 人氣是你取的 譬如像拍電影 很多人都不拍的時候 你又開始去搞電影 他們的幕後班底拿著一個帽子 很多人都不肯要的 拿到你面前 為何你又考慮 好,我開拍了 當時其實我是挺看好 我經常說一件事就是 外國荷里活的電影 他拍得怎麼厲害 他也比中國人拍中文的電影 尤其是在中國大陸開放了之後 有十幾天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潛質的生意 無間道當時在一個環境之下 那個劇本拿過是見過很多人 但我覺得這個劇本一定是一個… 要需要一個很有爆炸性的話題 其實我覺得做電影 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成功不成功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就是什麼叫一個話題 有一個話題就是創造了一件事 就是外國人很厲害 就是市場上的一部電影 我非看不可 所以我覺得當時做維吾眼道的時候 曾經想過如何做一個話題 就是劉德華兩朝衛很久沒合作過 幾乎十年幾年都沒合作過 如果能夠抓到他們兩個 做這兩個人 其實是有一個很好的話題 給觀眾的入場 所以我覺得當時的成功 其實真的是一個小小的奇蹟 你看過劇本嗎? 看過, 我看過劇本 但其實我真的不太會看劇本的人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經常問我 你投資電影, 你會不會看劇本 其實我真的不看劇本 為什麼呢?我覺得如果做一件事 好像你做一件事 如果你很多興趣 好像你是老闆, 你最後決定一件事 一定會有人說你錯的, 一定會說 我是老闆決定的事 有什麼責任就是老闆決定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從來不會看劇本 但我很重要的是 市場可以賣到多少錢 你的價值是多少錢 你的預算是多少錢 我反而比較注重這個東西 我覺得價值和市場是決定了 這部電影成不成功 當然, 劇本很重要 所以我其實是給比較專業的人去看 有沒有拍過哪部電影 現在看回頭, 說很難, 早知道不拍 每一個電影都可以拍 但是是一個預算去做這件事 我最不喜歡就是電影拍 你預計了一百萬去拍 可能拍到百二萬, 我就最不喜歡 還有我有幾張電影 我是比較少拍的 鬼片我很少拍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經常說… 你怕鬼? 我第一, 我真的有點怕怕鬼 我經常說 我說我最怕看鬼片, 為什麼呢? 我說如果晚上去看首映 電影很害怕, 我睡不著 如果電影很害怕, 我更加睡不著 因為沒有人看, 雖然還是不拍 其實藝人是一種另類的人 你覺得嗎? 是 為什麼是另類的人呢? 我經常說他們是一個… 大多數我不說是100% 是很安全的人 我經常覺得藝人是一個很慘的行業 第一, 他不可以像我和你倆 在街上走一走 他們很多時候是要將自己 去營造一個形象 其實是很辛苦的 你要明白他們的心態方面 可能就算大家朋友 他們很少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 譬如大家同一段時間 大家都可能有時候去欠一件事 欠主角、 欠牌名 欠演出的不同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們是一個很靈類 而且是一個很安靜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是要去平衡這件事 我經常都說 每個藝員出來的 其實他簽了給你 是全教你, 是很相信你 你怎麼令他相信你 這是很重要的 他旁邊的身邊的人圍著他 只是一種人 就是助理員, 或者旁邊的人 其實那群人都是捧他 不會說真話給他們 我覺得他們很少會聽到真話 我很多時候跟藝員的分別就是… 或者一些所謂上級藝員 我會跟他們說真話 我覺得不對的東西 我沒有利益衝突 我覺得我說的話, 他們會相信 這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在旁邊很多人就… 你上來拍戲就不碰你 你真的做得好 其實我對他們做得不好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應該… 我會說真話 反而覺得他們會相信我多了這件事 又說真話, 又吃東西 你這道菜是蠔黃扣花膠 我這道是白蘑菇芥菜膽 有一個報導 朱祺拿了金馬獎的影后 你為了獎勵他 送了一千萬的豪宅給他 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送了三樓給他 這些樓 當然沒有, 我想… 其實… 這個圈裡很多時候是有很多圈掩的東西 其實第一, 朱祺不需要我送豪宅給他 第二, 我也沒理由送豪宅給他 他拿金馬獎, 又不是我拿金馬獎 但我當然很開心, 因為他拿了金馬獎 我覺得對他尤其是一個很大的運動 所以我當晚跟他在一起 因為當晚我也在台灣 我跟一群導演一起喝酒的時候 他很感性 他說我在台灣長大, 台灣出來 但今時今日我在香港發展 以台灣頒獎給我 至少他認同我的演技 還有今時今日的人的眼光 對他來說是有少許不同的 所以對他來說是雙重意義的 也有報導 劉德華說因為天幕公司的問題 你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是拿出一筆金錢 幫他解決這個合約的糾紛 有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當時我也有個風險 那黎明呢? 黎明你為什麼選擇跟他開一間唱片公司? Sammy簽了你們之後 鄭秀文, 他很久都沒有工作 我當然不知道假期這麼有唱 很多人說 阿芊華的高峰期已經過了 你覺得他還在哪方面可以發展? 你是不是真的用一個很巨額 來簽他回來? 你是不是很信白龍王? 劉德華, 劉德華應該和你冤言保心 因為也有報導 劉德華說因為天幕公司的問題 你有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是拿出一筆金錢 幫他解決這個合約的糾紛 有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當時我是很清楚整件事發生 我現在說回來 其實當時我也有個風險 因為為什麼有風險? 因為當時你知道天幕有個官司 就是如果華仔只能獨自拍天幕的電影 當時我們已經在拍《無間道》 當時曾經有一個時間 是有可能天幕會做一個合約的 當時我跟華仔說 華仔不要緊 如果真的的話, 我最多不出錢 當時我當是一個朋友 我跟他說你不要緊 有什麼事我們都會支持你 你真的有沒有給過金錢上的支持? 我們有其他的合作 你跟他有合作 令他可以拿一筆錢去解決他的問題 當時他解決的問題是 他買了一間公司 當時因為他不相信另一個 他就想我去幫他說這件事 當然其實中間有很多人去幫忙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我兩人都熟悉 我也做了中間的調停人 其實我跟華仔認識了很多年 當時其實華仔出來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知道向先生找他拍電影 當時向先生在想一個就是… 苗其偉, 一日劉德華 我就跟向先生說 我跟華仔好 我不是說苗其偉不好 但我覺得華仔是一個很激烈的人 你知道華仔今時今日你看到他 是一個永遠不會退休的人 其實你對他也算是有一個智慮之陰 不可以是智慮 其實大家合作也很愉快 和華仔 那麗明, 你為何選擇跟他開一間唱片公司 有一個機會我跟麗明在那裡聊 他說我唱片公司舊約滿了 我想自己做 有興趣一起合作嗎? 好啊 跟他做生意, 談生意的時候 你覺得有甚麼分別 作為一個迷影 其實黎明自從做了唱片公司 我覺得他改變了很多 以前黎明是從來不會起床吃午飯的人 但是他做了唱片公司之後 很多時候我約他開會 他都會很做到, 而且很手持到 他真的很想做那間公司 曾經說過沒有間套衣服 黎明加入的演出 有很多要求, 究竟是否 其實我說每一個演員都有一個要求 當時大家在劇本的要求都不同 當然每一個人做出來 他都不想做一個限國 其實就不只是黎明 每一個人的要求… 那你不是很反應嗎? 其實每一個人的藝人都是要求 好像劉德華的要求很厭倦 劉德華跟梁朝偉的要求也不同 好像偉仔其實很多時候 在無間道他要求的劇本 他一定… 但他拍攝的時候他要求就沒那麼多 但劉先生現在拍攝的時候 他的要求可能也不同 跟梁朝偉要求的東西 他們的不同在哪裡 是氣氛的問題還是… 大家都很清楚 華仔是很認真的人 他連鏡頭都會看起來 這個鏡頭不好 這樣拍攝我不夠漂亮 但是他會在製作方面 他都會參加很多意見 但梁朝偉在劇本方面 他就很要求 但到拍攝的時候 他就沒什麼要求 就是你們自己拿著意 你們自己拿著意 所以每一個人的藝人 大家的脾性都不同 所以大家都要很清楚 他們要這樣做 梁朝偉曾經和我為了劇本相成 劇本是搞了一年 阿偉強曾經想不拍攝 但後來也沒有 因為大家都明白 他是比較要求的東西 那黎明的要求在哪裡 黎明的要求在… 我覺得他們比較中容一點 他們兩個比較中容一點 他知道劇本反而比較沒有要求 好像劇本OK 他就不是要求太多了 Edison、陳冠希 你又幫忙投資他的公司 是,他開了一間公司 他看到黎明這樣做 他跟我這樣說 他說可以一起合作嗎 我覺得好 如果你想做另一類的事 我就試試跟你投資 但他是一個比較青年 你知道我說青年 他比較衝動一點 我覺得他有時候工作 但他這幾年進步了很多 我覺得他已經是… 做了生意之後 我發覺他有不同了 因為當一個人沒做過 直接做生意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的辛苦在哪裡 當你做了生意之後 你知道原來賺錢那麼辛苦 就開始有進步 我覺得Edison這兩年 尤其是這半年 除了脾氣有時候還是小 但在對人、工作方面 是進步了很多 你投資多少錢給他的公司 多多 我的預算不是很多 其實這是比較適合Edison的事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只是你跟他做的話 他根本沒有一個責任 很多時候會更加難駕馭 Sami簽了你們之後 鄭秀文 他很久都沒有工作 是 我想大家互信的關係 第一 第二就是Sami自從拍攝的影片 中間是想跟我說我想休假 但我當然不知道假期是這麼悠長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上序心的導演 但之前我想他是真是… 他是一個很怪的人 他一停就停了很久 他不想做事 但一做事他就會很想做事 那你那個遊場假期 你忍了多久才開始跟他聊 Sami乖,要做點事 我覺得他自己要知道 一個藝人像他那樣的性格 他知道何時想做事 你是不逼得的,真的不逼得 因為很多時候 我好的劇本等給你看 他說我還沒準備好事 你就不要逼 到他自己準備好事 他就會跟你說,我們準備好事 但是錢你要繼續付 我想錢是另一件事 他不做事,我怎麼會付錢呢 我們也是時候要吃一點甜品 我這個是馬拉糕 好,你那個是千層膏 正式發 很多人說錢華的高峰期已經過了 當然你錢得他一定不會這樣看 你覺得他還在哪方面可以發展 其實錢華是一個很接近的藝人 我想電影方面其實他還沒拍得到 而且你看他在國內的市場 其實以前還沒很努力去做這個市場 其實我覺得千層膏可以做到這兩件事 那你是否真的用一個很巨額來簽他回來 多少錢當然不能說 你幾箱要幾米 你算不算是一個天價 我想其實每一個藝人都有它的價值 其實就是你覺得每一個藝人都會有回收 或者什麼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公平的價錢 我覺得千層膏 大家不會真的為了錢 其實我和千層膏 其實真的他希望在電影方面有發展 所以其實不是錢可以打動他 我想是在其他方面可以打動他 亦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你覺得Sammy就簽了一間東亞 千層膏就簽了在A-Music 可以去兩方面一些不同的發展 其實兩樣都有 為什麼呢?因為Sammy一向都在東亞 千層膏來的時候 之前黎明已經找過他 就說想和千層膏做 我覺得有…反正黎明你也想做的話 就簽了黎明 其實沒什麼分別 其實兩間公司都是自己的 其實是外交經常都比較 聽說楊千華的八字各樣很合理 能量到你 是否有這樣的事?是否有檢查過 我真的沒有檢查過八字 是,我回去檢查一下 又說白龍王那次去澳門有一個活動 你特地請他為楊千華什麼天的燈 那些報紙就這樣寫 真的沒有 你是不是很相信白龍王? 是,其實很多人提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這麼相信白龍王? 其實如果你有接觸白龍王 你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有長者 在我曾經低的時候 他就覺得沒事的,沒事的 其實很多是一個信心 你曾經低的時候? 低落的時候有些問題的時候 你問他,他就會覺得你是… 其實他說你沒事沒事 其實是一個強心針 有時候你最低落的時候 你就會有人跟你聊天 你什麼時候是最低落? 就是九八、九九 就是富麗華事件之後 之後你騙了很多時候 說你公司有問題 當時那幾年我去見他 他就說你沒事的 但你一定要怎樣做怎樣做 其實很簡單 一個人其實是看照片也好 我經常覺得一件事就是人與人合不合 對我來說是心靈上 我想比任何一件事重要 聽文說,無鑑道的戲名 你都問過白龍王 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當時是… 因為劉慧強也很相信師傅 當時梁朝偉也很相信師傅 當時梁朝偉也曾經有個疑問 接不接嗎? 當時我們在一個場合裡 師傅抓住劉慧強 抓住我、抓住女兒 你們三個一定要在這裡 這裡對你們一定很有幫助 是真的有件這樣的事 還有當時無間道 當時的名字叫做無間行者 當時師傅看過就說 這個名字不行,你用三個字 善德不能用四個字 劉慧強回去想了幾個名字 他就選了無間行者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甚麼很實質的事 你問過師傅的意見 然後你又接受了,又幫到你 很實質的事,我不敢說 我想其實教你做人重要 任何一件事 但師傅好像叫過你 說你的脾氣不太壞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有人說他就說 如果你有人真心跟你做事 其實你的脾氣一定要好 因為你脾氣好 你旁邊的人才會跟你說真話 如果不是,你旁邊的人 就一定會跟你說假話 因為怕你會罵 我想這件事在任何方面 我覺得是對的 你有沒有聽過改好你的脾氣 我盡量在改 最容易令你動氣的是甚麼 因為我是很性急的人 我心急的人有時候做事 或者做不到就很急便會發脾氣 外奸經常用四個字形容你 說你是一個很風流的公子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很風流的人 你有沒有試過送一層樓給你的女朋友 車…有試過… 謝玲玲 其實導致你們婚姻要決裂 是他先提出還是你先提出的? 你令你這麼決絕 一定要了斷的婚姻 是不是真的愛上了另一位女士? 那王祖賢呢? 漂亮 如果不漂亮我都不會跟他在一起 做不成夫妻做不成男女朋友 都是朋友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個脾氣 令你第一段婚姻失敗嗎? 多多少少都會有影響 是…其實這樣說 我前世紀年都很遭遇我的人 但問題是當時我年輕 在很多情形之下 會做一些決定 未必是應該做的 你認識謝玲玲的時候 是不是在你台灣造廠的時候? 是的,當時因為我在台灣 為何要跟玲玲在一起呢 就是當時我在台灣 你知道了,二十多歲 又有車、又有樓 又經常出來 那時候認識了玲玲 那時候你知道在台灣 你也知道我不是很聰明 有一個人陪你 當時就這樣認識了謝玲玲 拍了多久才結婚? 兩年左右 你結婚的時候很小 只有23歲 是的,其實我當時結婚是23歲 但好又不好 因為真的太年輕結婚 真的很年輕 而好處就是… 因為我年輕結婚 我現在的兒子也是26、27歲 你的好處就是… 我現在的兒子就變成了兒子 有時候我們一起去吃飯 一起去聊天 變成朋友多於父親和兒子的關係 那你現在還有機會見到謝玲玲? 再見是不是也是朋友? 有 其實因為大家有這麼多兒子在一起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通電話 我今天早上才跟她通電話 因為我有個女兒在美國 現在讀夏季學校 進大學了 其實還好,大家了解 其實是…當時… 其實…你知道我的環境 因為有很多工作 其實是很少時間陪我家人 其實導致你們婚姻要決裂 是她先提出還是先提出的? 當時好像大家都有提出 好像我提出 因為我覺得如果不在一起的話 無謂再拖下去 當然我爸爸媽媽不是很開心 因為你知道我媽媽和玲玲關係很好 當時我家裡也給我很大的壓力 但我覺得我已經出來了 我已經做了一件事 我都要交代這件事 做人不可以這麼拖泥帶水,對吧 我覺得是比較…應該這樣做 我記憶所及 你們離婚前也有一些風波 謝玲玲申請過高院 要頒領個人破產 後來又撤銷了 是令她很不愉快的 究竟是否很不愉快? 我想是一個方法 她想逼我回去 即逼她回到身邊 後來怎樣說到可以撤銷了申請? 沒有,當時是把我們賠上賠償 結束了整件事 她又滿意 有些…有些東西是我給了她 我覺得是一個很了斷的一件事 你令你這麼決絕 一定要了斷的婚姻 是否真的愛上了另一位女士 其中一個原因 但你跟她離婚後 你又沒有開花結果 你另外的感情 也不是為了那段感情 去離婚、去結婚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階段 你決定了要做一件事 我就做了 而任何發生的事 都不關大家的事 對吧? 如果不是的話 你變成任何外面的事 你還是兩夫妻 她有權管理你 那你怎樣交代這件事 對她來說 有不好的人會訪問她 你老公這樣 永遠都搞不清這件事 其實回想起來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你也傷害了她的感情 我覺得是…會,我絕對承認 但問題是一件事 如果我不解脫這件事 會不會更加傷害她 愛間經常用四個字形容你 說你是一個很風流的公子 你覺得自己是否一個很風流的人 其實我…這幾年我都節制了 我希望… 我花多點時間去做正經事 節制了 節制了 你也還有 我想人…你說… 譬如很簡單 你出去喝東西,出去認識別人 絕對是有的 但你說…我是否真的… 好像你說風流 我說風流不重要 為什麼不要下流 那你是屬於獅子座的 是的 獅子座的人是很保護女性的 很愛護她們的 那是否每一個你喜愛的女性 你都會非常保護和愛護她們 其實我對我的朋友也很保護 其實我不是說… 我會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一個女生跟你在一起 你是應該去保護她 是不是這個男人的責任 去疼她或是去保護她 我覺得是一個天性 不然別人為何會跟你在一起 那會不會一個很容易表達你的保護方法 你就是會送一些她很喜歡的東西給她 或者很貴的東西給她 這是其中一種 我想你對一個人好 不是只可以在物質上 你送的最貴的是什麼東西給你的女朋友 我想是人 除了人不算,人當然貴 我沒有太過… 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說… 我不是說用錢去衡量一件事 我覺得時間現在比錢更重要 自我離婚前後沒有那種感情 其實我也是浪費很多時間 她們最後要求的一件事就是 你多給我一點時間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做不到 我寧願是去斷一個感情 或者你要明白、要了解 要多時間的時候,你就要去中間 你沒有試過送一層樓給你的女朋友 沒有,真的沒有 車那種呢? 車… 有試過… 其實你會不會擔心 其實女生真的喜歡我還是喜歡我的錢 你沒可能問問你 你究竟喜歡我的人,喜歡我的錢 那你要觀察它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觀察,對吧 你是否很浪漫的人 會在一個女生二十歲生日 會送二十種不同的花給她那種 我曾經很浪漫,但是現在… 現在不會了? 真的不會 因為沒有這個時間和精神去做這件事 那你這麼交往的感情 通常是你採取主動去追求女方 還是女生過來你那裡追求你 我真的沒試過被女生過來 我想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男人主動的 對嗎?這件事我想我沒試過女人主動 你沒試過被別人說不要繼續吧 當然有… 有些事情你做不到的話 他們會提出,對吧 經歷過這麼多段感情 有哪一段你覺得最刻骨銘心 其實我真的段段都挺刻骨銘心的 你心儀的女性是怎樣的一個女性呢 在每個階段的時候需要的東西都是不同的 好像十幾歲的時候我喜歡很興奮 真的很偷情,很開心 現在我想去到一個環境 是需要一個伴侶多於一段什麼 大家有溝通是比任何一件事重要 是需要一種比較關心 以及照顧到你的人 我觀察到你以往的情史裡面 也有一個特質 我作一個分析 就是台灣的女性特別吸引到你 是否台灣女性有一個特質 你是特別喜愛的 現在說緣分 我之前認識的很多都是台灣來的 深刻我香港認識的女生 都是台灣來的 我認識完之後才知道她是台灣 其實不是真的說 我一定要認識台灣女生或什麼 其實你找到你真愛的對象 我不敢說,為什麼呢 我現在…我現在很開心 因為我有女兒,我現在很開心 其實我長很多時間在一個女兒身上 因為現在的女兒是比我… 最小的女兒 最小的女兒 其實很多時候我現在的小女兒 是比我很開心 因為我曾經… 剛才我說的 我年輕時很少時間跟小孩子在一起 現在我有一個女兒 突然六、七歲 而很多時候沙漠和我一起 我覺得很開心 另外一種滿足感 是我以前沒試過有的 我現在開始明白 老人家對抱穿那種心態 那現在是你女朋友 跟你生了一個小的女兒 那你會不會有一個計劃 這個也可能是我將來的終生館 我現在不敢這麼說 大家一起… 還不可以嗎 不是,我沒有去過任務 就去到以前我要結婚或什麼 我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 不是說不準備好 這個不是我的優勢 因為現在有這麼多工作 這麼多工作 變成是一個協助 那生這個女兒 是意外中的事 還是以療中的事 其實有點意外 不過無論如何 我覺得很開心 這是我這幾年 其中最開心的一件事 還會不會計劃 要多一個 剛才我說的是意外 我想希望不會 意外可以再次發生 我希望不會再發生意外 你現在有一個這麼穩定的女朋友 又有一個女兒 你還會不會被外面的女士 再吸引你又去多追幾個 你會不會同一個時間 可以喜歡多一個女性 你覺得嗎 我曾經試過 但現在我想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實際上我真的沒有這麼多時間 還有精神 其實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你那個審美的眼光 其實我們歷屆選了這麼多的港姐 雅姐 你覺得…或者是明星 你覺得哪一個女性在你… 我不會說你的內在是怎樣 就是憑愛貌 你覺得這個屬於微女男 以前我還有覺得… 當然我覺得… 你說歷屬於我的年代 青霞、祖賢真的很漂亮,對吧 青霞就是一個美女嗎 青霞很漂亮,對吧 那王祖賢呢 漂亮 如果不漂亮,我也不會跟他在一起 但又沒有結果 當時… 第一年輕,但現在 和我們一起 當然那幾年是很開心的 但現在還是朋友 可能家裡當時反對也是一個原因 我又不太緊張 家裡反對 我一向都很個性、很強的人 我又不是很擔心家裡 你知道我一早出來自己住 我一向都獨立自己做事 我又不是太擔心 而是本身… 我覺得去到某程序 而我是做不到… 像我和太太離婚 我做不到一個事 我就希望可以解決一件事 我不喜歡胎來帶稅 我每一件事都是… 不可以的,我就要做一個了斷 可以的,我們希望繼續下去 那你以前的女朋友 譬如好像王祖賢 你們還會聯絡一下嗎 有,朋友有時候 我去加拿大的時候 也會跟他通過電話 聯絡一下朋友 我覺得永遠都是朋友,對吧 就是做不成夫妻 做不成男女朋友 都是朋友、好朋友 我覺得大家… 不就不會一起這麼多年 傳聞說祖賢的精神上出了問題 你跟他通過電話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不太覺得 我們通過電話也是不錯的 不過我只是通過電話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近況 但應該跟我們通過電話應該挺正常 那就好了 如果你爸爸可以聽到你說話的話 你會跟他說什麼話? 我只顧著他,對吧 第一,真的… 而且他看到公司都沒有… 這幾年的發展也好 而且我覺得他看到家裡 大家都和和和和 我想他很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你將來的家 都會永遠和和和和和 謝謝… 還有最希望 你能夠很快很快 找到你的珍愛,定下來結婚 謝謝… 又是時候要送紀念品給你 想紀念品給你很難的 因為你多錢 阿雪,謝謝 但我也要很大膽地送錢給你 但這個錢有特別的意義 首先你看到是一個菲林檢 因為電影方面有做很多 又很有成績 另外這張銀紙已經不會再推出 因為現在已經推出了 而且簽名是梁錦松 但最大的意義 就是2002年的7月1號 2002年是很特別的一年 因為是這個無間道電影的推出 好像文雪說這套電影的成功 亦都破解了你和阿林伯的延矩 究竟是否有這樣的事 沒有…將我們兩個感情更加增進 謝謝…很有意義 其實林伯贊不贊成你 做娛樂圈的事業 他自己也是娛樂圈 所以… 所以其實非常感謝這個很有心思 謝謝你 希望你喜歡這個禮物 而且最重要的是拍多些好的電影 幫助我們香港的電影 也有更大的發展 謝謝… 休息的時候,林先生跟我說 其實他有很多機會跟阿林伯吃飯 有一次他跟阿林伯和邵日夫先生 一起吃飯 他們兩個老人家很早就吃了 6時結局吃到晚上 晚上12時還未吃完 原因就是每個人都說回自己過往的歷史 他說一共聽了200年的歷史 所以要有這麼久的時間 這個畫面給我一個很溫馨的感覺 跟老人家吃飯真的有很多得著